广告继续浏览后续本台RFI法广法文网2020年8月1日周六刊 出体育组记者Fairit报道北京筹备2022年冬季奥运会工作季 展情况的掌纹在此予以着重介绍 进展与合作中国主办方日前告诉 法新社2022北京冬奥会目前就COVID-19采取严格的预防控制措施 准备工作以协调方式推进竞赛场馆的建设应该能暗喻 7在2020年底完成 今年4月底当东京宣布推迟夏季奥运会之 10北京2022冬奥会主办方就承认 这使他们处于一种特殊境况 北京主办方的一名负责人告诉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 他们与国际奥委会CIO保持紧密联系 全方位推进2022冬奥会的准备功 北京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可能将没有自然降雪 但中国首都将成为奥运历史上首座主办夏季奥运会 2008和冬季奥运会的大都市 于2019年底出现COVID-19疫情的中国将坚持到 第一 再次与世界分享它的强大 先前相关报道异议及警告德国慕尼黑 的一个捍卫维吾尔少数民族权力组织 指控中国犯下种族灭绝 逾期 月30日周四敦促国际奥委会重新考虑 2022年冬奥会在北京举行 就此 国际奥委会的一名发言人重申 其组织对所有全球政治问题 保持中立 7月中旬 一位78岁的加拿大及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D Eck Pound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提出 鉴于卫生危机影响明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 很难想象这不会对五个月后统一地区里的活动 带来连锁反应 这一警告肯定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加拿大及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提到 中美当前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危及北京冬奥会 这位 曾是1960年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的加拿大前游泳健将 还想象到了一 重罪糟糕的情形 如果美国无法控制其境内的Corenavalu S疫情 北京可能会禁止美国运动员入境 他还指出 各种疯狂的事 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先前相关报道 今年5月 国际奥委会主席曾在意 次视频会中提到 COVID-19疫情对北京冬奥会的准备工作没 有任何影响 北京继续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权力支持 未来何走向国际 奥委会于2015年7月31日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指定北京为二 02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成事 从当年的投票结果来看 哈萨克坦首都阿拉穆图 奥马提 以4票之差44票对40票 还有1票弃权 名落孙山 此外 瑞典斯德哥尔摩 挪威奥斯路 德国墓 尼黑 波兰克拉科夫等许多欧洲著名大城市都曾被列入候选名单 2 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赛事按计划应该于2月4日至20日再三 各赛区展开 北京赛区举办冰球 滑冰等冰上运动项目 在距离北京 西北80公里的延庆赛区 有雪车 雪橇等项目 在距离中国首都2 0公里 坐高铁47分钟的张家口赛区将举办跳台滑雪等项目 这一法文报道最后指出 从长远角度而言 北京2022有雄心推动3 一人参与冬季冰雪运动 电邮新闻头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 电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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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新闻